以前看到范冰冰这些逃漏税的例子 就可以知道 在大陆只要逃漏税所受到的惩罚 是非常的严厉 你要不要把范冰冰的例子 给大家解读一下 我们观众朋友对范冰冰 很有兴趣 范冰冰的例子其实就我们来看 只是损失一个很大的金额 跟他未来的 他阴阳合同是什么意思 阴阳合同应该就是 他有一个是账面上的一个A合同 另外再跟业组 书底下 那个合约大概就这样 冰山的一角 伏在上面的这个羊的合同 只有大概十分之一 十分之九都在水面以下 这个大概就是一个 营养合同的概念 大陆一查到这样子的状况 当然就是当做一个指标来做审查 台商其实会不会像他那么幸运 只有补税罚款免除牢狱自灾 就这样简单 我想不太可能 台商早期有很多人说 因为做假账被抓去关了 这个例子非常多 非常多 现在的情况 现在因为大陆的税局 也走向法治化 大陆现在查税查得非常的科学化 他也是利用大数据在查税 对于一些非常规的安排 类似像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 设境外海外的公司 以前大概就像 我们设境外公司控股 账户在海外 这些如果境内的人士 跟这些海外的 没有实质有营运的目的的公司 例如BVI 有交易 他透过大数据查出来 认为他认为是非常贵交易 他就会来查台商的税 一查下去 就会一连算的 那倒补税也会有很重 补税非常重 很多台商常常都是在坐了飞机 在上面等着要起飞的时候 被税局带下来 这种例子理见不鲜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引以为见 未来在大陆 在世界各地 一定要找会计师做咨询 做合规的事情 这些因为移转定价的规定 因为CRS的实施 各国都有反避税的要求 所以很难再去做 这些境外公司的设立来避税 已经是 你讲到这个 我特别要请教你 就是说我们以前都设在开曼 萨摩亚群岛 这个大家习以为常 这样的避税行为 将来在CRS之后 它会面临什么冲击 它是开曼跟这些萨摩亚 已经在第一批跟第二批 都已经在进行CRS的实施 都已经在交换 所以你的账户在那边 假设是税务居民 或者是当初肥咖的要求 资料都已经出去了 所以这已经不是 所谓的避税天堂 所以你现在有去 受到萨摩亚群岛 也没有效 也没有效 有没有效 是